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春卷 很脆的 把这个香菇木耳切丝 然后再切一点白菜丝 把竹软的粉丝切断 然后葱姜蒜切末 火腿切丁 就是家里没有准备到肉末 我就用火腿代替一下 这里面就是说没有怎么说 是必须要怎么样吃的 我觉得符合自己的口味就是最好的 锅烧热以后放入适量的油 放入葱姜蒜 好了炒出香味以后 再放入我们的 再放入火腿 或者说是肉末 这样把它炒热 放香菇 放木耳 再放入白菜 倒入适量的生抽 就是酱油 葱姜蒜 炒油 然后放入粉丝 这个粉丝不要煮太软 它容易黏到一起 放入盐 然后再放入胡椒粉 放入一点香油 在最后 在最后放入芡汁 勾芡 芡汁1比7的比例 翻炒均匀 关火 可以藏起来 这个葱姜蒜 这个葱姜蒜 是在超市里面买的 自己我尝试做的 葱姜蒜 不太成功 太厚了 总是感觉太厚了 不可能做到它这么薄 把粗糙的一面 放里面 正面光滑的放外面 然后铺上 这样子的 这样子给它铺上 然后把馅放到它三分之一的地方 离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 好 然后把它卷起来 这样 卷起来稍微这样 按一下 稍微按一下 推 卷过去 这边给它卷过来 然后这边也给它卷过来 这里 粘上水 这里给它稍微的 粘上一点水 这样它就不会 脱开 就好了 好 五成热 150度的样子 就可以了 因为炸这个 炸东西如果要脆一点的话 油温需要稍微低一点 现在我们就放入 用小火炸 用小火慢炸 炸至它两面都金黄色 就可以捞起来了 两面都煎黄了以后 就把它盛起来 就好了 我家的锅比较小 如果你家锅大的话 就比较快 我就是慢油油的炸 炸了七分钟了 自制春卷就做好了 好 好 buen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